早安 早安 大家好我是美樂 嗨 我是阿丹 那我們現在在士林的麥當勞這邊 等車友來集合 然後我們今天 我們也不知道會跟誰騎 因為林達約我們是在騎車 然後我們想說 欸 管於會有誰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這邊等 然後大家都是很厲害的車 然後我們現在有點冷 所以躲在麥當勞裡面去了 那我們今天呢 會在這個士林麥當勞這邊騎合 然後騎到哪邊 散光似背頭的散光似 我們也沒有騎過這條路線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二月 還是好熱喔 嗯 好熱喔 妳好像在上廁所的樣子 哪有 然後大家都穿得很少 大家都穿得很專業 今天好多人喔 大家 看這裡 乃哥 昨天天氣好好很熱 然後今天好冷 我也覺得今天好冷 走吧 走吧 很多人耶 看這一團 默默的加入了一團 很多人 我看我們的車友騎登山車來 好酷喔 他就在這裡跳來跳去 欸 超狂 那好玩的感覺 對啊 我們在吃虛 好像還蠻溫子的啊 我們現在在中山北路這邊 然後我們就會一直往北騎 然後等一下走到北投 某個三角吧 好 琳達不是說今天是個溫和團嗎 他說是泰造團 好 然後今天主要是要去看蘋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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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到行藝路這邊,看起來是開始喔 在這裡的路上,還是可以看到其實的金花花 是的,我們家上去那間應該就是有金花吧 其實在台北市的話,以台北市的溫度來說,金花應該差不多了 我們這時候算是尾聲 2月了 我們現在到行藝路的溫泉區 對啊,難怪有一個味道 對啊,溫泉不來 好香喔 是吧 小泡溫泉 今天要行幾公里? 我也不知道 好喔 搞不好我們會帶到100公里 我這邊查散光室 一說出來就只有日本的散光室 我們來到行藝路 你看這裡有熱氣的意思 對啊 就是溫泉,好熱 是啊 我們剛剛來拍北投就是在這邊啊 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我們剛才是不是搭捷運過來就好 對 奶泡溫泉就好 我們現在花到了新北投捷運站這裡 然後等一下還有下一條,聽團長說 對,我們現在在北投公園 所以等一下是不是很早 我真的沒吸過 好 大家都沒吸過 就只有團長騎的小鐘 對,團長很狂 他騎小鐘 對,團長很狂 他騎小鐘 不用啊,你泡這種的飯店就可以了 這個啊 可是那裡衣服還要再穿上去長長的這樣 對 應該把車子開來這裡 對 應該把車子開來這裡 以前呢 就覺得來到北投這邊 就很有來到日式的感覺 非常有日式的感覺 對 現在就是來到日本騎腳踏車 對 對 剛剛他這個 我們查這個寺叫什麼 善光寺 對 那全部都是日本 到底是我看到是日本還是北投啊 是日本啊 對 我們查到的都是這裡 團長說這裡是一個小秘境 所以我們這些車友都沒有來過 好 這裡有很多日式煎餅 好 一來到這裡大家就在討論說這裡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對 然後還加賀屋 我們剛剛說有拉麵很好吃 有人說有咖哩 我們今天終點是這裡吧 或者是這裡 現在才第一波 我以為已經好幾波了 好多波了嗎 好 好 好 第一個牽車波 第一波來了 天啊 我被團長騙 然後我騙美樂 娜娜娜娜娜 我們也是當作被騙 所以過來的 聽說只有秘境跟拍照團體 就來了 聽說只是看櫻花而已 沒想到那麼陡 在陡的路上沿路都有櫻花喔 有有有 好 累嗎 到第一個拍照點 欸 騎台人都上去了 這裡都是溫泉的味道 對 蠻抖的啊 這裡我覺得應該要10%了吧 你說剛才會有10% 現在這裡 哇 團長厲害 還會騎車會帶團 會拍照 真的 真的 對 槍斗 山光寺到了 好霧喔 現在有很多的櫻花 好辣喔 雞蛋來了 好厲害 真的很多風 不過這山光寺門口 感覺拍起來蠻漂亮的 應該蠻漂亮的 我們剛騎上來路上 很多人在這邊散步 踏山 然後每個人都說好多 對,然後他會幫我們加油 一些長輩 對,他們都很懂喔 我們今天是一個騎腳踏車 跟電行的 對 對 哇,這一株看起來好漂亮 你有覺得我們這走的路很好走嗎 對,這晚不想買卡鞋 繼續用登山卡 對,讓哪裡走路都方便 很漂亮啊這一顆 他帶我們 他帶我們 很誇張 對,這可能還沒被遇到 我們現在要下滑了 然後等一下到北投那邊去走走看看 等一下下滑應該很抖 對啊,要小心一點 嗯 好喔,GoPro快到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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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現在下滑來到市立這邊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一個早午餐 然後我們本來是要去吃前面那一間 可能那一間太多人了 所以我們就趕來是這間 但這間感覺不錯啊 而且外面適合停腳踏車 然後裡面也蠻多空間的 很適合像我們這樣子 一大群人出來的時候 來這邊 可以停車 然後帶阿基出來這邊吃東西 而且還可以 接口支付跟麥克風 然後他這間早午餐店 就是有些咖啡、果汁 然後新鮮果汁 還有一些茶類的 然後他的早餐就是有漢堡啊 早午餐類的蛋捲 那是可鬆類的 你看好像要吃什麼 雞腿牌 蒜風香煎雞腿牌 日出的菜 好!今天很開心第一次跟美樂見面 然後騎完了我們今天的路線 其實才25公里 其實蠻短的 很開心 但是中間有一段很陡 對 那都到多少 17 18 34 然後到18 很多人都有在前程 還好我們沒有 真的 而且我們下滑的時候 想說奇怪 我們剛剛有這麼陡的波嗎 因為下滑的時候是這樣 下滑很更陡欸 好害怕喔 可是還好那個有櫻花 騎上去的時候 在那邊健行的阿姨 他們就說 哇好陡好厲害喔 然後阿姨還說 不可以停下來喔 加油 我怕之後繼續騎 我還想停下來的車 真的很可愛 真的很開心今天 就是終於跟美樂見面了 跟莉達見面 對 因為我們是那個網友 對 約了很久 然後都一直沒有出來 對對對 因為美樂一下子就跑去有雪的地方 接下來還有什麼其他計畫嗎 飛海盜 下禮拜 這個月月你這麼快阿 要不要一起 要不要一起阿 不行 滑起來 我要去跑那個名古屋女子 不能不練 按線去冰雪 就是雪地的地方練習 那你會跑更快 好 期待未來有機會 跟美樂一起去滑雪 我們就是找個理由說 欸我們要去滑雪 在練習騎腳踏車 其實是要去滑雪 可是每天你滑雪滑多久了 10年吧 10年吧 那你是那種黑線 跟光格造咖一樣的那種概念嗎 自演還好 我是連綠線都 雪板都還不敢打紙板的狀況 因為我很怕速度感 我覺得滑雪真的是全新世界 但很好玩 對很好玩 接下來越來越多人開始在滑雪 對對對 我也發現 因為從一開放之後 大家都在日本 大家去飛走阿 對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飛很遠 飛到北歐 然後去體驗那些活動阿 然後你去日本 那些活動就都有 對啊 欸我們去北歐幹嘛 在日本什麼都可以玩得到 欸那北歐有什麼好處嗎 你們覺得 有極觀看 對 有真的有人 有真的有人 對 然後時間很長 花的時間對不對 沒有 因為晚上很長 對耶對耶 可是它可以到晚上都可以 喔它有夜滑的部分 這樣可以感覺出來 為什麼我們大家這麼要去日本 不用排隊 攬車不用排隊 喔 日本要 因為日本很多人 那最後呢 我很好奇 想問一下美樂 就是關於騎車的部分 今年有沒有什麼計畫 我剛剛有聽到他要比那個CT 對 我都不會游泳 我就太怕欸 你為什麼不會游泳 還要爆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陪我在推特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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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撒 然後別人一講就好好抱抱 然後根本就還不會去 紅水湖還好 因為它有點像是大型游泳池 雖然說真的踩到底就是3公尺左右 可是因為它畢竟它不是真正的開放性水域 它就是一個長方型的大游泳池 雖然只是比較神而已 所以我覺得以新手來說 算是蠻可以克服的 就帶游標啊 我自己有帶游標 加油加油加油 好玩好玩 好玩 那Linda妳今年還有什麼騎車計畫嗎 我今年騎車的計畫大部分是去日本 我們也超想去日本騎車的 對日本真的好棒 好想去喔 我們8月會去沖繩 然後我們在想要自己帶去 還是要去那邊租車 那邊其實租車也很方便 可以少了一件事情啊 就不用打包 然後還要拆車主車 對然後有時候有些航空公司 比較 呃 比較仔細一點的 所以還會跟你收超大費 超大費其實也是一百美金 兩個人就六千了 沒錯 真的是比租車還要貴 對啊 對啊 所以還不如去那邊租 那出國騎腳踏車真的要請教你 可以可以 因為我們也很想 對我已經出去很多趟了 我可以在日本分享 或是我們也可以願意下一集繼續騎 對啊 因為日本真的很棒 大推 好謝謝學姐 不會不會 我們還要更新的請教華 發卷 沒錯 太好了 好 有機會我們再試一次走 然後謝謝影片 謝謝大家 拜拜 不要每天記得訂閱 Linda Love Cycling 對我會玩 OK 拜拜